集体午餐 有一天,耶稣和他的朋友们开船渡过加利利湖 然后来到山坡上坐下来 许多人跟随耶稣 他怜悯这群人 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 耶稣向人们讲了一天的道 他说,天国好像一颗美丽的珍珠 它比任何东西都有价值 过了一会儿 耶稣叫门徒给这群人一些食物 费利说,需要许多金钱 才能够给这群人买吃的东西 一个小男孩有五个面包和两条小鱼 他把食物交给安德烈 安德烈对耶稣说 这个男孩愿意分享他的食物 可是还不足够 耶稣说 教大家坐下来用餐吧 耶稣拿起面包和鱼 望向天空感谢上帝 耶稣把食物掰开 交给门徒 由他们分派给这群饥饿的人 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食物 剩余的还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谢谢大家